Ry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對上庫曼的對決 這一場比賽呢 應該是我們頻道第一次的對決 庫曼跟法蘭克 這兩個文明 在目前天梯上並不是這麼這麼的熱門 不知道為什麼法蘭克好像在高分段的天梯裡 並不是那麼的長久 明明他也算是T1附近的一個文明 但是在單挑裡面出現的機率沒有到非常那麼長的感覺 那剛好這一場比賽讓我捕捉到這一場的對決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 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好 那來看一下庫曼 那稍微講解一下庫曼的能力 庫曼的能力是有免費的騎兵跑速 每個時代的話都會加5%的跑速 再來就是 他到帝王時代的話 他的跑速可以變成這遊戲裡面最快的騎兵 跑速最快的騎兵 好 那再來就是 他的封建時代可以造衝車還有TC 那以及 蓋 欸 蓋射箭場跟馬舟的話只需要100木頭 節省75木頭 所以他封建快攻是有搞頭的 但能不能成功就是一番回事了 再來就是 庫曼喔 這文明來說的話 以封建時代來說可以蓋TC的情況下 他已經算是可以成為 這個遊戲裡面很會農的文明之一了 所以說有一些團戰來說 他會選庫曼 然後選擇封建開農 然後打一個帝王時代的一個大後期 那在單挑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單挑的庫曼來說勝率蠻低的 基本上我看了 快20場了 沒有一場是贏過的 可能剛剛我看到都是輸的啦 但 那個勝率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稍微來講法蘭克吧 法蘭克的能力 是柴果樹有加成 然後血量的話會免費送你20%的血量 那封建時代開始就有送了 所以一開始封建時代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如果對手一點品種的話 那血量會輸對手 因為一開始20%血量並不是那麼多 但是對手平衡是固定甲20點 所以到了封建時代會輸 但是到城堡時代的話 是一樣都必把SD 那到帝王時代的話 如果點到遊俠 血量會有192的血量 是這個遊戲裡面 遊俠裡面血最多的一個文明 那 特別其他能力的話就是 他蓋城堡會比較便宜 法蘭克的城堡很便宜 有減免的費用 所以說有一些法蘭克的打法會是 寶推 指輔兵寶推投車的打法 還蠻特別的 但不常見 我目前打高手天敵還沒有看到過 好 那來看一下法蘭克的地圖吧 法蘭克的地圖 好不好意思 那法蘭克的話還有農田的那個 科技加成 就是會免費送你農田科技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怕 換幾點科技的話 那法蘭克蠻適合的 因為你不會露點這個科技 就代表你的食物是一定會 維持在一個蠻高的一個狀態 好 那法蘭克的地圖來說的話還不錯 算是好圍的一張圖 而且大金在後面 果樹也在裡面 然後這邊也是算好圍的 那正面的話 雖然這是高地有點麻煩 但應該不成問題 那右邊的話也算是可以直圍 但是黑暗時代可能會有點問題 因為黑暗時代 你不可能把這些地方都 我剛剛講的地方全部圍起來 好所以呢 這邊的話 可能會變成一個小圍的狀況 這裡小圍小圍 嗯 對 但是這邊小圍的話 可能這邊法務場會爆開 所以這邊他應該要先圍這一塊區域 這一塊先圍起來 正面應該也會圍 那果樹這一區可能會 最晚圍 或者是果樹纖維 好 這個是取捨的問題 看你覺得哪邊危險 就先圍哪一邊 好 那就來看一下 庫曼 庫曼的話 是打算用TC聯防 這樣子圍這樣之外 圍一個最小的 那他會打算把自己的大金肉在外面的話 那會有可能封建是打一個肉馬加戳戳的一個組合 可能會捨棄金礦 那可能到了封建中後期喔 他會打算去挖金礦 那可能這邊有必要的話還會插個箭台 來做防守 不然他這個金礦非常難受 前面有個高地在 這個被踩高地 會很痛苦 好 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好兩邊都順道封建時代 那庫曼這邊點下1級目 那確實這邊是要打一個 馬舊 好馬舊 招好了 這邊開始出 長長兵跟馬舊 那這個戰術跟我們一開始講的一樣 確實喔 捨棄金礦的話就只有這個打法了 不會有其他打法了 好 那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也是選擇打馬 那是稍微我們剛剛講到的 法蘭克一開始 赤友的血量是有的 就是比一般的馬多20%的血量 所以他血量是54D 那庫曼的話是4 欸45D沒錯 那如果庫曼點下了品種的話 那就會比法蘭克的 赤友血量還要多喔 但是錢你是要點 但是庫曼選擇一個封建開龍的一個策略喔 好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封建時代就可以開TC 那這個TC開稿 那這邊壓力就在法蘭克上了 看法蘭克要少出一點馬 還是 還是要 直接大漏馬進去鬧一波 或是直接轉小弓開射 或者是直接 建塔開稿 這裡就是法蘭克的選擇 那庫曼的話 他如果把TC蓋裡面的話 就代表說他想要強TC喔 那他這邊就應該要維持 千萬不能被對手看到他有開TC 別人有開TC的話 就變成像剛剛說的 有可能對手會開啟一個強攻模式喔 不然就是直接一個速成 上TC 跳 跳到城堡然後開TC 開弩打法也是有的 那這邊看起來的話 欸他也是這樣子欸 畢竟庫曼這邊沒有打很兇 所以這邊是有機會圍起來的 那這邊也是啦 待會再圍一下就搞定 但這邊庫曼只有兩隻嘛 沒有再繼續出了 畢竟也出不起喔 畢竟家裡的田很少 這邊肉需要非常大量 因為你兩TC的話 要讓這兩TC運作的話 要一直持續100肉一直花費喔 那就沒有太多餘的肉 一直去出按這個赤黃 那按幾隻場 還沒出來防守賽喔 OK的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喔 庫曼的跑速非常非常快 那這邊就有一個長兵 拖戳了一下 然後解決掉了一隻 刺猴 那如果褲曼要這樣打的話 我會建議這邊的話 最好是圍死喔 千萬不能讓對手看到 如果你要開弩的話 圍死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有洞的話很危險 如果對手有一個長馬 然後直接進來鬧個一波 這邊 這邊不能踩 這邊不能踩 只能本城一平過來 才可以再去開採這些自由 就會有點燒到經濟了 但法蘭克沒有這樣做 法蘭克這邊是打算要走一個 經濟型路線 一開農不出兵 到城堡再跟你開打 那這樣子的選擇的話 就代表庫曼 會有稍微一點小小的優勢在 因為如果這樣打的話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庫曼鎖得下來 因為庫曼這邊 直接選擇藏藏地 出個十幾隻的話 家裡也還是守得下來的 雖然他這邊生死帶一 就還是會輸 因為雙PC本來 需求量就會很大 那這邊一填的話 就要撒得更多一點 才能到城堡時代 你看這個法蘭克直接一個速成打賞 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的話 可能再補下個馬舟 雙馬舟 然後再開個TC 2TC雙馬舟 然後開始爆馬 一個前期的標準騎兵組的打法 這邊再互打 喔咦 這裡低木牆的聲音 來 剛剛說完 就蓋上馬舟了 馬國就是要這樣打 好那庫姆這邊 由於有跑速的優勢喔 所以導致 法蘭克這個起兵 在封建時代一直追不到 都搞不到東西啦 想追也追不到 那這邊有機會的話 庫姆就會一直做一個反打 這邊送一隻馬 好外面蓋了四級 誰要打算賣石頭買賣嗎 看起來不太像 好我們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OK 法蘭克這邊點下了一級馬卡 看來還有一級攻也點了 然後輪走也點上去了 喔難怪他經濟這麼好 有點輪走喔 這個上層之前這個法蘭克 是有點輪走的 好那這邊確實也該下了一個TC 喔這邊不是雙TC喔 是三TC開農喔 好他這個打法比較特別 那這邊是選擇不限下修道院 然後是先開雙TC 之後再修道院的一個選擇 那這樣子的話 檢營機會比較慢一點 好這邊想要前置BK 但是被抓包 那這邊起兵過來了 跟超超互打一下 然後拉走一隻騎士 然後這一隻 就是 村民要蓋修道院 哎呀才剛講完 就蓋修道院啦 但是他這個修道院 是前置修道院 就想要來針對對手 庫爾曼的一個選擇 阿如果庫爾曼到城堡時代 也有可能會打騎兵喔 所以就這邊下一個修道院 前面就可以用製造神律 來做招想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確實要蓋箭塔 因為這個基因實在是太乳弱了 如果不蓋箭塔的話 這塊基因很難挖 這裡有洞喔 欸欸欸 賭一下賭一下 這個讓他進來不太舒服 完了 怎麼辦 這個箭塔 他有個問題就是 會被直接騎士貼上去喔 因為這個是沒有躲 躲孔的 所以這邊什麼時代 騎士一過來很輕鬆 可以解掉這隻箭塔 好那這邊3TC開農 騎士的數量可能就不會到非常非常多了 因為要維持3TC的漏量的話 這邊騎士 前期這邊出到這個量 可能就會停了 就會利用這隻 實體隻一直給對手壓力 然後自己家裡挖點金礦 然後轉型生女出來 然後就可以招想 好那這邊要來硬砍這個 4級 可以 可能酷孔這裡有挖石頭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還是能蓋一個寶子出來的 蓋寶之後會幫我打一下清茶呢 清茶 城寶石大概還蠻強的喔 但是清茶最強的時候就是在這個 唉唷這個差點動啊 把它上去圍這個木牆 然後呢順帶一提 酷孔的木牆血量是比一般羅民多一點的 這個那個多20%的樣子 欸是20%嗎 還是30% 33% 忘記是加多少%啦 那它的血量是比一般人多的 那一般的話是250D的血量 那它這邊是333D 好這邊左邊蓋大學 還有蓋TC 哇這邊拉可能拉太多村去蓋囉 24村 那就代表有4村會裸露在外面喔 這算是一個蓋TC野外的一個細節喔 你不能拉太多村去外面蓋TC 不然就會齊民過來會BBQ啊 哎呀很危險啊搜個村啊 你看全部搜村之後有4村在外面 完了 直接擺給4村 這個細節沒有算得很好 好這幾隻村民直接遛騎士 無情開6 但是這4隻注定還是要死喔 無去可從 好那這邊 法蘭克 開始撿對手的遺跡 撿最深的那一種 哇他家裡是不是有補修道院啊 然後他燒野修道院嗎 那這樣遺跡也太危險了吧 對拉家裡有補修道院 那就還行 外面一個野修道院 加上家裡一個修道院 那最後沒有問題 好那這邊遺跡減影減之後 要決定在外面蓋城堡 那這邊 庫曼也選擇在家裡蓋個修道院 來招想這邊騎士 防守也是蠻好用的 但是這邊要倒成堡了 欸 不過來看一下喔 哎呀這邊突然回頭 很可惜 想來防守這邊 撿 遺跡的生女喔 怕有洛馬過來打 所以這比在生女附近徘徊 唉唷這邊已經爆出了6隻的青茶囉 有青茶的話 那這邊防守來說 就可以慢慢推出去了 那這邊 生女也不太 太好來做招想 雖然招想青茶也是有一定的威懾力在的 但相對的 青茶反生女的能力也算是不錯 給他跑速也很快 好那這邊 補下了射箭長 要來做 轉戰馬的動作了 看到青茶 第一個反應就是轉青茶 這個反應速度非常好 畢竟青茶 跑速也蠻快的 雖然在這時代是一樣的跑速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的話 跑速依舊是可以風車這個騎士 看一下這邊風車能力 傷害非常好 這邊是有二攻的青茶 在這邊有彈道學 所以射起來也是歪歪的 但青茶的弱點就是他的射程非常短 是只有 六射程 那你到帝王時代的話 這個射程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這個最強的青茶的話 我覺得還是在城堡時代 就比較有壓力一點 好那這邊 攻擊力是4加2 然後還有2 是一個散彈槍的一個工兵單位 那順帶一提 青茶打那種 衝車啊 或戰毛兵 其實效果還不錯 雖然怎麼打都只有ED 但由於他是多發洗的那種 養倍傷害 所以射衝車那些來說的話 還是蠻好用的 會蠻快就可以解決掉好幾隻的那種 高防禦單位 像哥德顧衛隊啊 CC0 衝車 還有 像是戰毛 這些單位 他其實解的也是蠻快的 不會像一般工兵 要打很久很久 才是一個小細節 只要你量夠多的話 這些單位也依舊還是打定 但缺點還是一樣 就是一樣 手短 手短就是一個問題 工兵手短 就會很痛苦 好那這邊有個洞 這個不知道法蘭克有沒有看到 那也不知道庫曼會不會去 鑽這個洞試試看 好那法蘭克這邊轉出了 戰毛兵跟彈道學 好這邊老頭能招到一隻嗎 沒有 好這邊 拉拉拉拉 拉聰明是要來蓋城堡嗎 哇要來個前置寶壓 來射這個TC 這個TC沒射到 可能要在前面一點 對要在前面才可以射到TC 壓這個金胖 但是對手在某邊已經好了 哇這邊會互撞喔 哇直接看到 蓋城堡 哇 不能忍不能忍 直接對寶 對寶 對寶 對 直接對寶 你在我大法蘭克面前 蓋城堡 我法蘭克城堡這種便宜 你居然敢蓋到我臉上 馬上就直接壓一個寶在你臉上 不壓寶 他們這邊戰毛過來 開始投 這邊按錯了 按到一隻馬勾 你看這個打戰毛兵也是蠻快的喔 這個 嘶嘶嘶嘶嘶嘶嘶 真的是沒點防禦吧 有點防禦欸 有點防禦還這麼痛 這個青塔打戰毛實力真的是不錯 打中高防單位 依舊是蠻香的 好那這邊優先頂到的帝王時代的是 庫曼 那庫曼現在是121村 對上法蘭克117村 有稍微一些小小村民的領先 那這邊已經上帝王時代 那這邊 巨型投石機 就要開始來拆這個城堡 那這邊再開一個提提出來 想來挖礦 但是已經被抓包 這邊沒救 應該是直接全掉 我要卡蛋 射不出去 但是戰毛過來就 好 右邊這個洞依舊沒有發現 那應該 這場比賽就不會補這個洞了 好 這邊先優先點下金銳瑞清茶 然後化學還沒有點 然後化學點下去的話 清茶攻擊物再多一攻 會更痛一點 好 那這邊選擇一個 比較後方一點的一個高地巨頭 開始投極限距離 哎唷 高地傷害一發很痛 549滴 好 在裡面秀一步操作 騎士分痕被秀死 這個清茶的傷害依舊還是蠻猛的 哇 這個洞要重回伏筆了嗎 他是有可能鑽這個洞跑掉的喔 但是這個城堡有機會解決掉嗎 法蘭克目前到了帝王時代 好那二級攻也點好了 要點下重裝騎士 升遊俠了嗎 好重裝騎士也點下了 那 庫曼這裡也點下了自己的化學 好但是化學點下去 也不會增加清茶的一個射程 射程最多就是這樣子啊 4加2 6射程 然後這邊 哎唷這邊有一個法蘭克秀操作 左右抖動 躲掉了很多箭矢啊 讓這邊戰毛兵有一個輸出的空間在 哇 這個洞果然是個伏筆啊 直接跑了出去 要是這裡沒洞的話 哇 這裡有可能可以全吃喔 如果直接一個BBQ包夾的話 是有機會的 好那 法蘭克正面的城堡掉了 那三台巨頭出來 開得蠻開心的 但是庫曼我覺得啊 最終還是要走一個遊俠路線 一直在爆這個清茶 可能量不夠大的話 依舊打不贏 192遊俠 192遊俠實在是 非常難打的 因為血量真的很多 是這個遊戲裡面 血最多的遊俠 然後怎麼去對這個遊俠 就是個問子 不然就是 直接打一個長槍兵喔 長槍兵 加上清茶的一個路線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你都已經知道對面是 遊俠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 出馬去擋好像怪怪的 所以馬 在帝王實在是 加20%跑速 比一般的馬國力還要再多5% 那我覺得 已知對方的 已知對方的主要 這個在送什麼意思啊 哇你是送送嗎 哇我看了心好痛啊 哇好繼續講 欸都知道對手是馬國 然後主力是 遊俠前方向 然後不去打長槍兵 好像有點 看不起對手的感覺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啊 我自己在打的話 我都知道對面是法蘭克的話 我絕對會出長槍兵喔 不管我什麼文明 即使沒有紙兵 我還是會出 我肯定會出 我一定會毒爆對手 然後逼他轉兵 他只要一轉兵的話 他就陷入我們的陷阱了 我們的清茶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轉出肉馬之類的 好那這邊 蓋成毛被 這邊 刺猴抓包 那這邊點下了三級馬牌喔 確實是要打馬 而不是戳戳了 好那 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要等遊俠才會打正面 法蘭克已經點下了遊俠 那時間還有一分半 那時間還有一分半 我覺得這裡不打幾兵有點可惜耶 打慢了 哇 希望利利七級兵也打出來了 因為畢竟庫曼這邊是有大級兵的 好級兵有在的一個情況下 打幾兵還是比較好 好那庫曼這邊 到現在才點下首推車 哇 經濟上有點落後 好這邊肉馬繞進來 好來看一下 家裡 等家裡已經有很多遊俠跟戰毛在屯了 目前法蘭克人口數 非常高 180 那庫曼已經200匹了 法蘭克目前分數落後大於1000分左右 再保存實力 這邊有相當大的遊俠 在姐家裡的一個 弱毛的燒了 好那目前庫曼是三連寶 連寶那個進攻防寶 算是一個蠻聰明的一個蓋寶方式 這個三個寶不是該高地以上 那對手只要一過來左邊的話 好那來看一下正面 正面 來秀一下操作 哇但是這個沒在秀 直接被這個高地打滴滴 哇這個青茶不能直接硬貼啊 哎呀這個直接拉走了吧 聖光啦 剩下28隻的青茶 對手的遊俠非常非常大量 還有30隻的遊俠 但青茶出了只剩24隻 本來30幾隻 4幾隻的青茶 一瞬間掉到只剩下一半數量 那這邊由於沒有長槍兵的關係 那這邊用肉馬來扛正面扛的銀貓 哇又被逼到賈若 你還在送 不行啊你就算是青茶 也不能這樣子停在 對方面前跟對方硬打 那對手很聰明 還拉了幾隻戰寶兵過來硬點這些青茶 哇法蘭克細節處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法蘭克這邊的更多的遊俠一貼了上來 右邊還繞了幾隻去追 這邊是一隻肉馬 那這邊正面來說 青茶這邊沒辦法擋住敵人的攻勢 那沒有長槍兵 最後的下場就變成這樣子很正常 那這邊有很多遊俠已經貼到了 康曼家的門口 然後進去做個騷擾 這邊進去騷擾的話會蠻香的 好繞幾隻遊俠進去做騷擾動作 那這邊的話 康曼是一定要去追喔 因為沒有長槍兵 一定要用自己的主力去追 不然這個肉馬 雄龍力肉馬 是沒辦法去解決這些192遊俠的 然後康曼選擇邊打邊控圖 選擇去打更多的地方 唉唷這邊在挖金礦被發現了 好這邊趕快再去找人去打 OK 這邊遊俠殺人蠻多村民的 大概約七八村左右 那主力部隊清茶怪救 正面沒有正面 沒有精英部隊 正面可能會被打出一個破口 這個 城堡可能要掉 好那 果不其然 康曼最終還是轉出了疾兵 最終你還是要打疾兵了 你為什麼一開始就打疾兵呢 沒事 你一開始就要盧 沒事 呵呵呵 好 好那這邊投石車開了過來 想要來拆這個 拆這個城堡道 我覺得不太理智欸 這邊沒有兵防守的話 這個 最新投石機 直接擺給六百斤喔 好 33隻清茶數量還不夠多 打遊俠的話 我建議四到五十隻左右 才可以直接齊發掉一隻 你看 這個數量 齊發秒不掉一隻 很尷尬 這樣對手的話就沒壓力了 反正我遊俠這麼能躺 對不對 好那這邊直接想要來硬點 左邊 要他貼上來了 要可不可以繼續打帶跑 碰不了嗎 劇情投石機是被解掉了是不是 已經沒有看到了 還是把他回家了 應該是被解掉了 好看正常 自然常 法蘭克又貼了上來 清茶的數量剩下18隻 完蛋 又被貼到臉上 又動彈不得 你怎麼又把自己的清茶送光啦 哇讚 貓又要直接上來硬點 完了 BBQ了 BBQ 清場主力部隊 直接倒光 打出了GG 哎呀 法蘭克還沒有直接用全部的火力去打這個正中槍的一個位置 直接分兩隊 下面還分了一隊遊俠 這上面也分了一隊遊俠 用分隊就直接打贏庫曼的主力了 真的是 但是 霍特曼真的是有點慘 打這個遊俠 真的是要出到幾兵 當然 出幾兵的話 這邊 法蘭克只要出個 戰毛 加火槍 就輕鬆了解 真的是一面兩難 霍特曼最終打遊俠也是比較強一點 地龍時代 只打清茶也是稍微弱了一些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的選擇 兩邊經濟選擇 這邊 輪走技術 風箭時代 法蘭克就點下了這個輪走 那 城堡時代上去之後 那我們輪走比較晚點的是庫曼 那但是庫曼這邊 手推色也是非常非常晚點 42分才點 而且法蘭克很標準 那村民 沒有到非常非常多的情況下就點了 29分點我覺得蠻適合的 因為這邊點下去的話 基本上研發好之後 就可以點地龍時代 那你到地龍時代 經濟率就會非常非常的好 法蘭克的運營狀況 看起來是比 庫曼這邊優化一點 那吉兵確實也是太晚 研發出來 所以導致這場比賽 正面一直扛不下來 輸掉這場比賽 沒有辦法 好 那庫曼的話 最大問題 終究是在他沒有三級射這個問題 但我給三級射又太強 那如果真的要打青茶的話 可能到地龍時代 嘖 還是要配點幾兵啊 打洛馬 真的躺不下有想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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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